据观察者网报道 自2月24日 俄罗斯在乌克兰执行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美西方国家对俄实施了一波又一波制裁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欲逼迫俄罗斯就范 据塔斯社当地时间4月18日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在出席经济工作会议时表示 俄罗斯经受住了由西方制裁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这种对俄政策已经失败 西方的经济闪电战战略未能奏效 据报道 普京当天表示 显然最近经济的主要负面因素 是来自西方国家的额外制裁压力 这样做的目的是迅速破坏我国的金融和经济形势 试图在市场上引发恐慌 导致银行体系崩溃 以及商店里出现大规模的商品短缺 但我们已经可以自信地说 这种针对俄罗斯的政策已经失败 普京补充称 西方的经济闪电战战略没有奏效 普京说道 此外制裁不会毫无影响 对于制裁发起者来说亦是如此 我指的是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出现的通货膨胀 失业和经济恶化 欧洲人收获水平下降以及储蓄贬值了 普京强调 与此同时 俄罗斯经受住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国内经济形势正在趋于稳定 卢布汇率已经恢复到了今年2月初时的水平 并通过客观上强劲的国际收支平衡可以确定 普京介绍 俄罗斯今年一季度 国旗存款账户的国际收支顺差 超580亿美元 创下历史新高 并补充称 外汇现金正回流到该国银行系统 公民的存款量正在上升 普京认为 俄罗斯的政府预算应该为经济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 并在贷款减少的情况下保持其流动性 有关于预算 我知道俄罗斯银行和政府之间的讨论 然而面对贷款的客观下降 预算当然应该积极支持经济 为其提供充足的财政资源 并保持其流动性 今日俄罗斯的报道指出 为了报复俄罗斯在沃克兰进行的特别军事行动 美国及其盟友对俄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制裁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俄罗斯已成为全球受到制裁最多的国家 俄方表示 目前受到了超过6000种不同的针对性制裁 这比伊朗 委内瑞拉 缅甸和古巴所受制裁的总和还要多 我们下期待